字幕視頻 字幕視頻 打開吧 哦 小蟲卵塘 它这个后面有同款的这个 就是虫子卵塘嘛 我看见有些人吃过 但这个小蟲卵塘我还没看人吃过 所以我决定买来试一下 不过这有点小诶 没有想象中这么大 对比一下 和我脸差不多 不过有看见更大的有十多斤 是有这么大 比这个还要大好几倍 我原本还以为这个就已经很大了 你知道吗 三百八一个 三百八 那如果这么大那个的话 估计是要一千多吧 干嘛要买这么大的小熊蟆塘呢 不是 应该叫大熊蟆塘的吃 刚刚那个塑料边插进这个指甲里面 插出血了 插进指甲里面 哎呦 不过这个小熊蟆塘 我真的也搭过那种廉价的塑胶的 然后 那种色素精非常浓的那种 味道 哇塞这一口就可以挤到一个角 哇这个味道 闻着这个味道有点难下口 把它切开好了 各位你们的小熊 é TWO 神经病 它们仔细看看它这个小 哎 怎么怎么长得像青蛙一样 你把这厘当眼睛看就像青蛙一样 被吃到的手 试试一下 嘖 我买的是什麽口味啊 什麽感覺一大股工業 工業油漆的那種味道 就像是工業廠房裏面那種 化學原料那種味道 又或者是你在醫院某種腰椎的那種味道 哇 超級難吃 我買的是櫻桃口味 哇 這櫻桃口味也太重了吧 這是能吃的嗎 是不是吃太多的魚 放一下麵 大家以後不要吃小熊爛糖 是用油漆做的 哇 那種味道真的很難形容 反正就是那種棉架子樹苗味 而且還弄這麽大 這麽大 看一下雞蛋 我要去看世界北京 好吧 那麽以上就是今天給大家帶來了 超大的斷了頭的小熊爛糖 被吃出血的大拇指 說真的呢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有夠難吃 因為我看有很多國外的博主 他們也有吃這個 而且這個 重體的這個糖 應該也是同款吧 應該也會很難吃吧 他們為什麽吃得下去呢 而且還一口氣吃了半個 真的有什麽好吃嗎 這個櫻桃口味怎麽講 就是那種非常假非常假的櫻桃口味 吃一口你就能感覺到是香精堆出來的那種味道 而且這種櫻桃口味 會感覺讓我有一點膩 吃多的話絕對是受不了 其他口味我沒試過 但我不知道什麽口味 反正大家看一看就好 沒有人會像我這麽吃張買這個回來吃的 好吧 那麽今天視頻差不多就到這裏 就結束了 初學的大拇指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請幫我點擊個關注 臉書上分享 我們下期見 拜了個拜 初學的大拇指